我们地球上的水,在过去的四十多亿年里,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其实一点也不简单,甚至足以颠覆你的认知。 要知道,生命是宇宙中的奇迹,而水则是这个奇迹的温床。 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在地球之外发现任何可以确定的生命痕迹, 而水是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都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因此,水也被称为生命之源。 根据最新研究,科学家发现地球的水循环可能早在四十亿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意味着,在我们脚下这颗星球还处于婴儿期时,水就已经在奔流不息了。 那么,经过了漫长的四十亿年,这盆生命之水有没有因为蒸发、逃逸或者其他什么神秘的原因而缩水呢? 在正式深入探讨之前,我想先请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直觉判断。 你觉得地球的水是变多了,变少了,还是基本没变? 好,带着你的答案,我们开始今天的硬核拆解。 首先,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识性的误区。 很多人认为地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就像一个密封的玻璃球,里面的物质永远循环,不会丢失。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地球的大气层并不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而是一个动态的交换界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物理概念——大气逃逸。 我们要明白,地球的引力虽然强大,但并不是万能的。 在大气层中,地球可以凭借引力束缚住像氧气、氮气这样相对较重的分子,也可以束缚住水分子。 但是,对于氢和氦这样极氢的元素,地球的引力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根据全媒科学机构的数据,每年大约有9.5万吨的氢气从地球大气层顶端逃逸到宇宙空间。 你可能会问,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 我们都知道,水分子的化学式是H2O1,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通过共架件结合而成。 如果在某种机制下,水分子被拆散了,变成了氢和氧,那么轻盈的氢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向太空,而较重的氧则会留在地球。 这种拆散水分子的机制在地球上确实存在,最主要的一种叫做光解作用。 当太阳光中的短波辐射,特别是紫外线,照射到高层大气中的水蒸汽时,就会破坏水分子内部的共架件,将其分解。 一旦氢逃逸了,这部分水就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 每年9.5万吨氢的流失,换算成水的重量,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是,大家先别急着焦虑,我们要学会看比例。 相比于地球庞大的总水量,每年流失的那点氢所代表的水量,简直是沧海一宿,微乎其微。 那么,是不是说地球的水就真的稳如泰山了呢? 别急,除了向外逃逸,地球内部还在悄悄地吞噬海水。 这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二个核心机制,深部水循环。 大家可能听说过板块构造论。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大洋板块在海沟处俯冲进入地满深处。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海水会随着沉积物和石变岩石一起被带入地球内部。 科学家通过对马里亚纳海沟等地区的地震波观测发现,地球内部吞噬水的速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当海水通过海底岩石的缝隙渗入地下深处与高温的地满岩石发生反应时,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变化。 这些反应会将水分子分解,一部分轻会通过火山喷发或深海热液喷口重新回到大气和海洋。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水会以结构水的形式被锁在矿物的经格里,深入地满。 在地下410公里到660公里的地满转换带,存在着像林伍德石和布里奇曼石这样的高压矿物。 研究表明,这些矿物的储水能力惊人。 如果地满转换带被水填满,其含水量可能相当于地表海洋总和的1到3倍。 这意味着在我们脚下几百公里的深处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海洋。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天上有陶逸,地下有吞噬,那地球的水肯定是在变少了。 先别下结论,因为地球还有进账。 地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宇宙空间也在不断地给地球充值。 首先是彗星和小天体的撞击。 在地球形成的早期,大量的碳质球粒陨石和彗星撞击地球为地球带来了最初的原始海洋。 即使在今天,虽然大规模撞击变少了,但每年仍有大量的微陨石和宇宙尘埃降落到地球,其中也含有一定比例的水分。 此外,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也会捕获到一些太阳风带来的游离氢。 这些氢进入大气层后,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与氧结合生成新的水分子。 虽然这个量也不大,但它和大气陶逸深部循环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平衡系统。 那么,经过这番全方位的审视,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地球的水到底变少了吗? 根据目前主流的地球化学模型和同位素追踪研究,科学界倾向于认为,在过去的40亿年里,地球表面的海洋水量确实经历过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说呈现出一种极其缓慢的下降趋势。 有些研究指出,在地球早期,由于地蔓温度更高,火山活动更剧烈,排气作用可能比现在更强,那时的海洋可能比现在还要深。 而随着地球逐渐冷却,板块俯冲带回地蔓的水量,开始逐渐超过火山喷发释放的水量。 虽然有研究提出,全球海平面可能因此下降了数百米,但这种变化是在亿万年的尺度上发生的。 对于人类文明的跨度来说,它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真正让我们感到水变少了的原因并不是地球总水量的流失,而是淡水资源的分布布均和污染,这是另一个维度的危机。 讲到这里,你对地球的看法有没有发生改变? 你是否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每一滴水,其实都经历过宇宙级的逃逸考验和地心深处的生死轮回?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地球水量的严谨性,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火星和金星。 火星曾经也有过河流和海洋,但由于火星体积小,引力弱,且过早地失去了全球性的磁场,导致太阳风可以直接波拾其大气层。 火星上的水被大量光解,氢气迅速逃逸,最终让火星变成了一片荒凉的红沙漠。 而金星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失控的温室效应,让金星表面的水全部蒸发,并被光解逃逸,只剩下了浓厚且充满硫酸的二氧化碳大气。 相比之下,地球是何等的幸运?我们拥有恰到好处的引力,拥有保护大气的磁场,还拥有能够调节水量的深部循环机制。 这种动态平衡不仅是物理化学的巧合,更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石。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观点。 第一,地球不是封闭系统,大气逃逸和光解作用,确实在让地球流失氢元素,进而减少水量,但规模极小。 第二,深部水循环是地球水量变化的重要变量,地漫像海绵一样吸收并储存了大量水分。 第三,宇宙天体的补给和地球内部的排气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损失。 第四,在41年的尺度上,地球水量处于一种极其缓慢的动态演化中,目前仍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移居区间。 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挑战我们的直觉,让我们从一滴水中看到宇宙的法则。 地球上的水用了40多一年便少了吗? 答案是,它在流转,在演变,在宇宙与地心之间跳着一场宏大的华尔兹。 而我们,作为这场舞蹈观察者和受益者,唯有心怀敬畏,才能更好地守护这颗蔚蓝色的星球。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科普内容,请务必按赞、订阅并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探索真理的最大动力。 朋友们,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APP。 就是一款叫Himalaya有声书APP,非常好用,特别适合喜欢听书的朋友们。 它的华语内容十分丰富,天文地理、历史名著什么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权。 无论在通勤、走路、运动的时候,还是睡觉前,都可以听一听,特别OK。 为了感谢朋友们对我频道的支持, 特别像Himalaya官方申请了14天VIP免费试用,一般用户只有7天。 现在立刻马上,你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就能领取使用名额。 你先用14天,如果觉得不合适,卸掉就是,不会扣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就充值继续用。 我先用15天,如果是因为你会认识的,卸掉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就能领取得更新的。 我先用15天,如果是因为我认识的,卸掉下方资讯栏的专属链接,就能领取得更新的。 请用15天资讯栏的专属链接,就能领取得更新的。